欸財政 你知道在彰化啊 有一間早餐店 它非常厲害喔 飯糰三明治 只要10塊錢 妳想不想信 一個10塊錢 一個10塊錢 它是整間店都10塊啊 沒有 反正價格就是非常非常低 這是我在網路上面看到 然後說好像玉米濃湯 只要30塊 無限倡飲 聽說又好吃 真的假的啦 又便宜 有沒有興趣 我們等等出發要不要 彰化嗎 對在彰化 有沒有想吃 想吃 那妳等一下都去整理一下 那我可以吃好多嗎 可以啦 吃 你很便宜 我可以吃好多 妳聽妳這個肉香 啊 我們去給它吃胖胖 啊 我跟你講 為了早餐 在所不行 選一堆 請來 好 妳 Что你先偷吃 妳要先偷吃 妳不等爸爸媽媽你要先偷吃 我會生氣啦 欸? 怎麼那麼輕啊? 喔! 欸! 他吃掉了喔! 我怎麼騙我? 我怎麼騙我? 我沒有喔! 不是我! 媽媽不是我! 我沒有喔! 好好好! 你先吃! 沒關係!你先吃! 只要讓它翻進去! 欸!不會很燙嗎? 不會很燙喔? 你們是豬喔! 吃我的! 好冷喔! 我們現在到睡的地方 我們今天住了兩間 爸爸哥哥哥睡我跟媽媽睡 那天桌梯上來就有這個床 喔!有浴室欸! 小娃! 你要擠娃娃喔! 好啦!各位! 那我們等一下好好休息一下 要去了那間早餐店 它是早上5點才開門 那我們預估 4點50就在現場等好不好 我跟妳講 我們都已經大老遠跑來這間早餐店 好冷! 我們勢必要在它開門前 朋友就先等 然後開門那一剎那 所有東西都是熱騰騰剛出爐的 啊!妳有說 妳跟媽媽睡 我跟爸爸睡一間的齁 我跟妳講齁 不然妳有一些小便太太 媽媽的約會有的不的哈 妳 幹妳哪 妳歐北來 其實這個公版價10塊 145塊20塊 還有香雞堡 還有飯糰 還有豆漿加珍珠 眼前這樣子 妳看多少錢? 請公布答案 一百九 兩百塊都不到 我先看看這個 平常最多人點的飯糰 對外面的價格 大概一個要二三十塊 這個飯糰十五塊 有沒有!這個熱氣 這飯糰吃起來很軟 然後這玉米油湯一個才十塊 你只要三十塊的玉米油湯無線上 這個配什麼喝吧 欸! 也是真的好喝 漢堡炸蛋 它不單單只是一個漢堡 夾一個蛋 它上面還有這個 肉 肉 這個肉 好啦我們吃吃看 反正肉正常發揮 可是它非常便宜 這蛋餅很好吃耶 這蛋餅很好吃 十塊吧 十塊 嗯 等一下啦 我要介紹啦 它大概長這樣 然後這個 通常都是 你已經死了 什麼?! 我的媽媽 這個叫做蛋炒飯 二十塊 你又買一個喔 我都沒有吃到 欸!還有耶! 它這兩個都我的 我覺得是正常發揮 中規中矩 但是它非常便宜 我先咬一下 它是燙的有沒有 來我們喝喝看 欸!你擦要不擦? 要不要擦你 喝喝看 欸!還不錯 你喝喝看 很特別的 這應該比較珍珠 這應該比較粉圓 好喝對不對 這個是老闆自己 從後面特調 冰箱是拿不到的 所以這一罐呢 它就是 溫溫熱熱的 這豆漿珍珠 我大概給個 85分 這個麵線就交由你來介紹 這不知道誰夾的 好喝對不對 好喝看 我自己跟張沒有結婢就算了 我那是隔別人 這樣子才10塊錢 10塊 我爸我媽我妹加 我加上攝影師 這樣子我們總共5個人 點下來才190塊 一個人平均下來才37塊 好險是因為我們很早就來了 剛開門就來了 不然晚一點應該客人蠻多 好啦我們專心吃飯啦 好不好 媽媽快不要玩 真的 好怕 我們就要這個感覺比較厲害 喔 1 2 3 哇 好痛 哇 超痛 好爽喔 你覺得這間店怎麼樣 他感覺就是有點 薄力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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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啦 我覺得這老闆應該是在回饋社會 便宜到讓你覺得 真的嗎 真的這麼便宜嗎 然後再加上老闆 非常非常熱情 然後會給你一種很溫暖的感覺 要結帳嗎 對起來喔 真的 而且拍水 剛剛一直要對不起 那如果以這間店總體來講 我覺得比較大的缺點 可能就是用餐環境 比較沒有那種整潔的感覺 那麼食物的部分呢 你覺得必推的有什麼 蛋餅 蛋餅 我覺得玉米濃湯必須要點 那炸雞也是必推的 然後還有它的那個麵線嘛 炒麵 那一個10塊錢 我跟你講那個真的很好吃 各位 如果你們是看我這部影片來的 必須要點豆漿加珍珠 這是我們買的第二杯 你知道它便宜到會讓你懷疑人生 10塊而已 這這樣10塊 我們現在人在彰化的西湖 那這今早餐店叫倒賣箱 好啦那今天這部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期待我們下一部影片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掰掰 Jack it up 謝謝各位